万里区中府里有一座跨桥弯弹桥已经完工 连接马术溪两岸的清水步道 让渐行休闲民众跨越溪流不需要再绕路而行 加上矿车的造型异象也展现出了中府旧矿场的时代背景 万里区中府里有一处清水公园 还有条清水步道就在马术溪两侧 近来不难发现这里有一座跨桥弯弹桥完工 连接马术溪两岸的清水步道 让渐行休闲的民众跨越溪流不再需要绕路而行 加上矿车的造型异象也展现出中府旧矿场的时代背景 弯潭其实就是这里的整个潭 它是连续弯曲 那潭水很深 那这边因为马术溪步道已经建置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在对岸的过来的部分非常的不方便 建议我在这边能够做一个跨桥 这边跨桥可以作为人行步道用 跟一些我们相关 所以自行车都可以来 未来这个桥的部分 我们会虽然再找机会再强化它的光雕 由于清水步道启用多年 每到假日游客众多 但是因为两岸并没有串联 这也让践行或是运动的民众 都必须绕道跨越溪流 为此在中府里长的建议之下 区公所也在105年设计提案 终于在107年来完工 现在已经开放通行 而未来区公所还要再加上光雕点缀 让湾潭桥白天晚上都很美丽 匹林的中湖公园 未来会种整个杜尖 我想去年我们这边的部分 已经有在管制铜花了 我们希望说再营造一个湾潭散花 湾潭散的花能够有散铜跟散杜尖 来这边清溪溯溪又可以散花 我想这个部分春夏秋冬四季建议来观赏 还不错啦 还很方便 过去就变 我都为社会中学来处理 社会的地方处理 蛮漂亮的 蛮特殊的 当地居民表示 以往清晨在清水步道散步 走到步道的尽头 就是折返网家的方向前进 如今可以再往对岸绕行 增加步行的距离 对于健康也有注意 而目前区公所也在清水步道两侧 乐种植许多花卉杜鹃以及铜花 搭配丸檀桥增添观光的价值 也提升休闲品质 记者杜鹏和万里采访报道